我 我 我 好 衝衝衝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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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沒事沒事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主人更擔心緊張 就說好好好 乖乖乖不要怕 我保護你我抱你 這樣呢 第一個會造成他真的認為 的確很可怕 因為你的樣子也告訴我 這件事情是真的很可怕 大家好 好歡迎收看熊霸Google 今天咧 我來到了一隻科技本丸的家 它是一個蠻特殊的案例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這隻本丸 今年三歲 但大家注意看一下 本丸的眼睛 一邊呢 其實它的眼球已經摘除 看到另外一顆眼睛呢 其實它也是一眼 所以呢 本丸等於是一隻全盲的狗狗 那今天呢 帶大家呢 來看看 那如果呢 我們有些狗狗 有些身體的狀況 該怎麼樣處理 那當然因為本丸 家裡還有其他的狗狗的成員 所以 佛心來的熊霸 會一起處理他們的問題 OK 來 本丸來我們進去囉 走慢慢走 本丸來走走走 走 好乖乖 好棒喔 不要撞到喔 小心喔 我來帶路喔 我們現在呢 就到了這個本丸的生活環境 另外呢 它還有兩位家人 兩位成員 這隻小隻的呢 叫辣椒 小辣椒 它是辣妹 這隻呢 這隻呢 叫做 噗哩噗哩 本丸三歲 噗哩噗哩 兩歲 那這隻是比較年輕的小辣椒 好 那現在我們看到本丸呢 就在我的椅子下面 還有貼著牆壁 因為它從小呢 其實它看不到 過去呢 我也教過很多 有關這個眼睛呢 視力有問題的狗狗 那一般呢 大概我們分成兩種 一種呢 是從小天生 就是說它一出生 眼睛可能就不好 就看不到 所以呢 像這樣的狗狗 在心態上呢 都是還算是比較正常的 只是呢 後續的生活 比如說因為它看不到 所以可能有機會就會 不小心撞到啦 受傷 當然這樣呢 也許就會慢慢影響 到它的情緒跟狀況 那另外一類呢 就是小時候是看得到的 但是因為可能是 遺傳的疾病啊 病變啊 生病了 或者是這個外力的 這個意外的受傷 導致眼睛看不清楚 或看不見的 這種狀況經常會有 比較大的行為上的改變 像我教過幾隻 本來是看得到的 但後來突然間就看不清楚 然後呢 就很敏感緊張 只要可能有人或狗碰到它 它就會發脾氣或者是攻擊 那甚至呢 有的是 漸漸看不到 但是還可以看得到 比如說燈光 或者是某一些小小的這個影像 那也會突然間變得 反應很緊張 因為它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像這樣呢 其實呢 主人是不用太擔心 就是說 因為狗狗的感冠器官 感冠器官都非常的 這個能力非常好 少了眼睛這個器官 它還可以靠它的 所謂的 嗅覺 聽覺 觸覺 來跟這個環境做學習 只是呢 可能它生活的環境 就家裡可能不能有太多的東西 然後不小心讓它撞到 或者是家具的擺設呢 可能就要比較固定 不要常常換來換去 因為它會去記 記這個位置在哪裡呢 我要怎麼行動 怎麼走動 但如果說在它的環境中 突然間多了一個椅子 那當然就可能去撞到 那另外就是外出散步 那因為它也看不太清楚 所以呢 必須要靠主人的引導啦 其實這個我要這樣講 就跟我們的大環境是有關係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 社會上也有很多的視障朋友啊 甚至我們講的導盲犬好了 你知道嗎 這些在我們的環境上活動都很辛苦 比如說 就是有人機車會亂停 東西亂放 招牌亂設 所以相對的呢 我們盡量呢 那我們的環境是友善的 讓這些 不管是人類的朋友啦 還是這些狗狗的朋友 在生活上是可以比較舒服的 現在最不舒服的 就是你了 對不起 我從剛剛講話到現在 你一直在哭 要去找主人是不是 好好好 你去去去 好 去 沒關係 等一下我再叫你主人過來 好 既然熊爸來了 我們就一起把問題解決 我們歡迎我們本丸馬咪 我先問一下啦 這個本丸應該不會是買的吧 因為不會有商人賣這樣子的狗 所以本丸當初是怎麼來到你們家的呢 就愛媽波文 愛媽 愛媽知道的這隻狗 所以呢就幫牠做了一些醫療這樣子 聽說問題不斷啦 除了眼睛之外 還有很多身體上的狀況 然後我就跟本丸講說 如果你撐下來的話 我就養你 那一定要努力撐下來的啊 對不對 牠就活得好好的 從此之後 牠再也沒生過病 那到現在呢都很好很不錯 所以在家裡的生活上都很好 都很好 你看多好的一個故事 對不對 很壞的小孩啊 不一定是 這就是真的喔 像我們也帶過那種聽不到的 也很好 因為大家世界都是安靜的 沒有人找牠 像這樣子看不清楚很好 反正在路上也不會看到 討厭的熊爸 現在呢後來也陸續的加入了 這兩位成員 對啊 現在看這隻Pulli 這個面相感覺上是 有點緊張喔 牠比較緊張一隻狗狗 一般科技主人呢 打電話來跟我說 熊爸我養的是科技 想要上課 大概呢牠第一件事情 可能就跟我說 追車 追羊 因為科技是牧羊 牧牛的 所以牠對這種動態的反應比較大 第二個呢 就是對聲音環境的緊張跟敏感 因為你看喔 牠是牧羊 但沒有羊可以牧 然後每天就是在機車 汽車啊 一大堆聲音啊 像很多科技 對於聲音都非常的緊張害怕 小賴喬等一下嘛 讓我抱一下嘛 那我剛剛聽媽媽講說 牠本來其實在外面散步都是蠻順利的 對 那在某一天 是發生什麼事 所以之後牠就散步會趴呢 就鄰居關鐵門 關鐵門太大聲 嚇到了 手動的鐵門 然後牠沒有去支撐 直接啪 啪 嚇死 連我都會嚇到 太怕這樣喔 噴當門線 嚇到了是不是 嚇到噴當門線 對 那之後呢 所以牠現在散步都很困難 對 在熟悉的環境完全不行 不過因為緊張敏感的還是有些狀況 所以呢 我希望呢 待會你可以大家散步 那我看一下 那我再來回答你呢 應該就是更準確了 好的 我們先這邊不要急著動喔 現在看到呢 布里已經在求救 因為牠有點緊張 尾巴夾起來 那 比較害怕 可是 從牠的眼神 告訴我呢 牠還是有意識的 並沒有真的嚇到什麼事都不敢做 沒關係 我們來走走散散步 來我們慢慢走 來 走了散步囉 走得比較急一點點啦 有點緊張 但你看還會看媽咪啊 好 好 一台大車經過 牠並沒有對大車的聲音有害怕的樣子 只是呢 開始呢一直在 找媽媽 找主人做求救的動作 好 沒關係我們繼續慢慢往前散步 好 走了走了 布里 牠想要到哪裡去呢 你想要去對面玩嗎 好 慢慢走 很好 有點緊張 走得比較急 那尾巴也夾起來 不過說真的 其實我覺得是 有救的 這個 比我們之前拍黑寶 迷可拍的黑寶 還好很多 還比較好 黑寶的狀況還在差一點點 知道要往家裡的方向走 然後往家裡的方向去 他躲起來了 對 躲起來了 這個其實已經是牠的生活的習慣 表達的一種方式 那我現在在請媽媽呢 你在牽牠 稍微走出去我看看 好 喔 因為呢 有人跑步 所以牠稍微有嚇到了一下 好 慢慢走 牠還是滿願意走的 但是就是有點緊張 OK 可以了 來 我們慢慢回家 看好 好 衝衝衝了 衝了 沒事 因為呢 其實是 反而 牠害怕是什麼呢 是我們 可怕的攝影大哥 因為攝影師 拿一台怪機器 真的還跑來跑去 比外面的車子還可怕 可以了 好 我們 裡面休息一下吧 好 從剛剛呢 到現在呢 我觀察了這段時間呢 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確定的 就是 他是小屁孩無物 明明本來就是不想玩了 一直在他 不要弄 走開啦 你討厭 但是你都不會 都會跟他生氣一下 這個哥哥怎麼個性這麼好 剛剛呢 我們是真的有看到這個 這個布里呢 這個很害怕 其實呢 有一種怕 叫做 媽咪覺得很可怕 的確喔 他看起來是緊張害怕 這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他害怕的時候 一定會求救 找地方躲 或者是有害怕的樣子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主人更擔心緊張的 就說 乖乖乖不要怕 我保護你 我抱你 這樣呢 第一個會造成他真的認為 的確很可怕 因為你的樣子也告訴我 這件事情是真的很可怕 所以其實很簡單 因為剛剛出門呢 他的確身體是很緊張 當然呢 有看到他 他會對環境的變化 有一些好奇 他會去聞味道 他會聽聲音 因為其實你們一出去 就是大馬路啦 那一般對於環境聲音很緊張 其實剛剛的機車啦 汽車聲音都蠻大聲 他卻沒有被這些事情影響 那也可以知道 其實這環境對他 真的不是那麼害怕 可是他的身體很習慣呢 就是緊張急會衝 那也許你們就會跟著衝 或者是抱起來保護他 所以呢 一直沒有機會 可以好好學習 放鬆的散步 那比較建議就是 第一個呢 你的繩子可以再放 長一點 鬆一點 然後呢 到附近 比較 這個安全的地方 但是下一個很大的重點 因為他知道家裡在哪裡 所以到了一些地方 他就會急著往家裡衝 那我比較建議就是 可以多去一些他比較陌生的地方做練習 我相信那些地方呢 排除他過去舊的印象 他其實就會比較覺得是有趣好玩的 所以剛剛馬路會提到說 我們帶他去民宿啦 或是某一些狗狗公園 他都可以很自在 因為不是像這樣的情境 那他呢 也許就可以坐著推車 先推離到他覺得比較緊張的情境的地點 然後再讓他下來 然後活動 再上推車 再推回來 就省掉出去這一段 因為他一出去 他會覺得 我要去危險的地方 尤其如果那個方向是跟之前下到的地方 是同方向的 那他出去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要帶我去那邊 他會害怕 所以呢 推車出去他會比較安心一些 到了公園 到了空曠的地方 放他下來 我相信他就狀況很好 他也不會想要急著回家 等一下 他有危險的東西 好 好 不好意思 沒關係 所以這邊就可以知道 媽媽就是一個非常緊張兮兮的 所以我剛剛講的 他會有這種狀況 也是因為媽媽都是比較擔心緊張 我知道他害怕 因為他的眼睛是非常有銳利的 剛剛一出去就開始看你 媽媽有沒有看到我在害怕 沒有 我真的很害怕 大家趕快演給媽媽看一下 他的身體狀態呈現出來 就是他當下是有意識有思考的 然後他會去做出一些動作 那就知道其實他是所謂的 學習而來的行為 過去的經驗已經告訴他 他現在應該要怎麼做 甚至他可能會覺得 我這樣做是對的 我這樣害怕是對的 所以其實呢 現在要訓練的呢 就是要放鬆啦 不要這麼緊張 就算你真的覺得有危險 他很害怕 你也要先忍住一下 然後再慢慢去處理 不要是那種 你幹嘛 怎麼了 怎麼了 明明他都很 還沒有那麼怕 但你就先緊張了 因為我知道媽媽希望有一天 可以帶著三隻 好好附近散步嘛 對不對 可以的 我相信可以的 只要放鬆一點 然後多鼓勵 那他們看起來都是 沒有什麼在處罰的啦 因為看起來都很天 才會有這種小屁孩 你看 所以是其實問題不大啦 當然可以知道 媽媽真的很辛苦很偉大 因為要照顧三隻 個性都不一樣 行為大小隻都不同 大家可以知道 媽媽是充滿愛心的 好 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熊爸Google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